大家好 现在山西大同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大同的体育中心 造型非常的精美 现在骑个共享单车 大概还有1.5千米就到了 本来只是需要坐公交车一站路 但是我要等到那个65路 我手机上一看要23分钟一趟 我就没坐那个车 我看29路来了 我就坐29路 结果29路方向不对 还把我带过站了 带过站了 我一看路边上有共享单车 我就骑共享单车 这是最佳选择 那个65路 我刚坐上29路 那个65路在后面就来了 所以说 这个有的时候时间长 运气好的时候 你往那稍微等一下 它就来了 刚才没等的原因主要是我前面看到 有一辆车它走了 走了我没有看到它上面的数字 所以就不能保证我在那里等的话 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 所以就没等 行不说了 前面那个大的路口 左转弯就是体育中心啊 造型还是比较精美的 我们去欣赏一下 看一下左边的就是 这个建筑造型 还是很精美的 现在看不清楚 被挡住了 继续往前走 到它的北门 这个铁栏杆里面是文银湖 生态景区公园 它用铁栏杆给你炸起来 必须要让你走门口 这个铁栏杆多余啊 看一下这个体育中心 还是看不了 它不找到那个大门口 你进不去 站在这个大路口 欣赏一下啊 因为这里看完 我们就要往北门那边走了 能不能进得去 现在不能确定呢 看一下那个灯杆子 倾斜角度很大 它就不怕倒吗 厉害啊 走往前再走五六百米 五百米吧 就是北门 理论上来讲 应该能进去吧 因为以前我看过 很多的体育中心 那都是畅通无阻 当然也不排除 有的体育中心是进不去的 这边有人在问路 然后这边有个门 哦 这个门是开着的 走吧 我们还是从正门那边去看看吧 我想起来了 我不能进去 因为我要进去的话 要停车 很麻烦的 然后我出来又要扫个车 因为我骑着车进去的话 它肯定进不去啊 你看那个铁门 左一道右一道的 因为有的 它那个是可以骑车进去的 它这里骑不进去 我们就在门口 看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下镇面 大同市体育中心 前年年这里好像举办了 审运会 这边是游泳馆 这边是踢足球的 那中间有三只福瓦 我们过来看一下啊 把车先停一下 就不进去了 因为进去我还要停车 它要是把门打开 我就直接骑车进去 对吧 它又不让骑车进去 你这里面这么大 不骑车走路的话 那才累啊 那个体育馆造型还是可以的 像 像啥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造型很精美 那三只福瓦像是 像是什么神鸟 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训练馆 体育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